2021年5月 当时担任NCC专门委员的乔建中 跟朋友到玉山八通关杜鹃营地野营 窃取树枝违法生火烹煮 导致森林大火烧毁近80公顷的林地 大火烧了整整12天才扑灭 虽然乔建中强调是不小心弄翻炉火所导致 难道地方法院还是依照森林法判刑 窃取森林主产物的部分 乔建中等五人均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失火烧毁国家森林的部分 那乔建中的部分是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烧毁国有林地最重可判刑七年 法官考量乔建中只是减食残枝生火 后来也有通报救火 着雨减刑 而乔建中释发后被停职 今年三月他被监察院弹劾时 还大声喊冤 我是假新闻的受害人 我自首认罪 他不让我自首认罪 我怎么进行下个程序呢 方队有煮早餐的时候 不小心打放那个高灯瓦之路 然后我遭到那个忠贞 又干顾着忠贞 不至于那个南投地院原则 认定着说 是因为引火延着 偷窃那个真理毒坦物 所以这个部分他觉得 蛮不能接受的 所以这一块只会葬住 究竟新闻报导说的哪个部分是假新闻 乔建中没有说明 全案一审还可上诉 不过登山脸书社团上 还是有人觉得判得太轻 而当时的林务局 也对乔建中提起2.8亿民事求偿 创下国内森林大火求偿最高纪录 这个部分还在诉讼当中 欢迎新闻欢迎订阅 杨宗伟周大祥南投报导 嗨大家好 我是颖童 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